G7峰會關注台海 美航母打擊群載入南海 北約峰會開幕首次在公布中劍指中共 分平熱度未減土豬供白菜又成熱點 馬雲全組軟禁步打被迫承認武黨不行 蓬佩奧說中共仍然掩蓋真相 是追責的時候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6月16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我是雪兒 6月13日七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結束 在公布中強調台灣海峽和平和穩定的重要性 隨後美國似乎也做出相應的行動 15日美國海軍說 列根號 USS Ronald Reagan 航空母艦帶領的空母打擊群 已經進入南海執行例行任務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6月14日發新聞稿說 列根號航艦打擊群已經進入南海 正在進行海上安全演練 包括固定翼飛行器和船翼機飛行行動 海上打擊演練 以及水面與空中部隊聯合作戰 新聞稿內強調 航艦在南海活動是美國海軍在印度太平洋地區日常存在的一部分 之前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曾說 列根號航母戰鬥群提供一支隨時準備作戰的部隊 保護和保衛美國以及在印太地區的盟友和夥伴在海上的共同利益 在這次七國集團峰會的公佈裡 幾次提到敏感的中共議題 包括中共病毒起源調查 中共迫害人權 香港自治 台海和印太安全 還提到要擴行中共的一帶一路等經貿議題 正如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所說的 自由民主國家和開放社會面臨來自專制政權的壓力 由於七國集團劍指中共發出的圍堵信號 時事評論員鍾元表示 中共似乎採取了低調降級回應的方式 他說6月14日是端午節 中共外交部沒有安排新聞發布會 只是由中共駐英國使館發聲 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繼續抵賴事實 也再次說G7加4加歐盟是小圈子 並且自稱港原則有底線 不過中共高層實際沒有法指不由底線再次後退 黨媒《環球時報》 轉載了中共駐英國使館的聲明 還發表文章《G7公佈造勢 中國人不受這一套》 還說了些莫名其妙的話 說時間會拖垮美國 不用去推他催他 美國自己就將會跌倒 鍾元表示中共到目前應該是不知所措的狀態 可能還在提心吊膽地等待北約峰會 以及之後的美俄峰會 相信對中共來說都不會是好消息 6月14日美國總統拜登參加了北約峰會 有30個國家的領導人出席峰會 會議當日正式發布的北約峰會聯合公佈 將中共列為首要安全風險 並首次將中共政權的軍事擴張視為系統性挑戰 公佈強調中共公開的野心和獨斷行為 對於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以及與北約安全相關的領域都構成系統性挑戰 公佈還說中共正在迅速擴大它的核武庫 擁有更多彈頭和更多精密運載系統 而建立核三位一體 它在實施軍事現代化 公開宣布的軍民融合戰略方面是不透明的 北約呼籲中共隔守國際承諾 在中共體系包括在太空、網絡和海洋領域 與它作為一個大國的角色保持一致 北約傳統上的敵人是俄羅斯 這是北約首次對中共發表強硬措持 並將中共立日新對策當中 時事評論員沈舟表示 中共軍事挑釁引發北約戰略轉變 北約的最新聲明實際是警告 中共如果不放棄挑釁 很可能要獨自面對北約聯軍 也在警告中共不要再試圖靠擁俄羅斯和俄羅斯軍演 沈舟同時都指出 估計中共領導人不願意聽從這些宗告 甚至可能宣稱不需要北約充當軍事教師 北約的先禮後兵如果難以臭效 下一步將無可避免地採取上一步行動 與澳洲、日本、新西蘭和韓國等國合作 陸續加入印太戰略 無疑會帶來更多的變局 近日河北一名高三學生在演講中說了一句話 插爆中國網絡 他說我就是一隻來自鄉下的土豬 也要來自去供大城的白菜 即是找城市裡的美女享受日子 評論人士認為 躺平熱度未減 土豬公白菜又成了熱點 自射出的都是在中共極權體制下 中國人在困境中掙扎求生的心態 河北高三學生張錫鋒 參加了大陸的電視節目《超級演說家》 他在演講中說到 農村教育資源貴乏 和城市資源失衡 希望能通過高考改變自己的命運 他在演講中近乎瘋狂地說 我就是一隻來自鄉下的土豬 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裡的白菜 那些無故詆毀我們的人 你見過橫中高三凌晨五點半時的樣子 你以為我們每天天不亮就奔向操場 一邊奔跑一邊呼喊是為了什麼 是假裝嗎 是作秀嗎 我們是為了改命嗎 他們身上都肩負著整個家族 有幾個世代的期望 咱們不是高考機器 他們只是一群窮人家的孩子 想要成為父母的驕傲 想要讓他愛的人都能更精彩地活下去 活著 他們有什麼錯 此言一出 立即引來各類評論 報貶不一 有網友表示 這些邊帶來自的演講 分明是未來復仇的宣言 這種高考機器複製出來的人 將來就算是掌握了一些權力 就不只是公公白菜了 定會成為社會的禍害 獨立時評人馬聚表示 張錫鋒是中國戶籍制度 承鄉議員以及資源的嚴重傾斜 導致承鄉不公正的一個受害者 馬聚說 張錫鋒是一個分法向上的年輕人 而他的這個相 是要要升上一個階級 一個階層 是中國的一種特權階層 但馬聚認為 在中國社會 張錫鋒目前所處的階層 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十分艱難 還有網友說 這種價值觀很可憐、很編執 這個就是中共治下的教育寫照 希望未來的中國 即使你不出人頭地 不高人一等 你一樣會被平等對待 可以得到尊重、活得有尊嚴 外界認為 在當今大陸亂象頻出 既有消極的奮評 也有土豬公白菜的例子 其實反映的 都是當下中國人 在困境中掙扎求生的不同心態 一些人選擇無奈地奮評 而另一些人就不甘心奮評 被迫發出農村土豬 要供城裡白菜的納涵 歷史學者 中國問題專家張天亮 在他的YouTube頻道裡面評論說 現在中國是個拼爹的社會 沒有社會關係 最多只能拼到中層 絕對不會進入社會的高層 阿里巴巴集團創辦人馬雲 因為評擊中共金融機構遭到打壓 期間曾人間蒸發三個月 最新消息說 馬雲曾被當局關於小屋軟禁 並被嚴遲審問 勾打施暴 最後扣頭認罪 才被釋放出來 馬雲去年10月底 在上海外灘金融峰會 批評中國金融監管制度後 馬雲集團IPO正式上市前夕 被鄧子恩叫停 馬雲集團和阿里巴巴受到當局連番整肅 馬雲本人曾三個月沒有公開露面 為此西方媒體紛紛詢問 馬雲去了哪裡 6月14日 《自由時報》引述郭文貴的爆料說 馬雲過去有一段時間 被中共放在小屋內軟禁 不單被嚴遲審問 還被施暴 多次被掌摑 並恐嚇要弄死他 馬雲最後被迫叩頭認罪 一切都是武黨不行 才被釋放出來 郭文貴透露 過了幾個月 馬雲才被放出來 而被放出來的馬雲 彷彿變了另一個人 還向朋友表示 沒有任何東西不吃 沒有什麼事可以不做 只要還是活著 1月份 美國知名市場研究機構 中國揭皮書執行長米勒 接受美國財經雜誌採訪時 也曾說 馬雲和他的公司遭遇了很多麻煩 馬雲可能因為 沒有向黨致敬 而遭逮捕 留在一個黑暗的房間裡 新聞未完的 其他新聞包括 蓬佩奧說 中共仍然在掩蓋真相 是追責的時候 還有主打科興疫情 不減反省 致來宣佈全面封城 這些新聞會在Patreon那裏播 大家快去Patreon 參數儀或敬參數儀 我們Patreon見 參數目的 於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